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些富二代 再不计也是财产自由的年轻男性 通过自己丰厚的条件去骗取一些单纯女孩的信任 然而接下来又介绍了这位日本男性 他既不是一位富二代 也不是事业有成的小开 却仍旧能同时交往几十位女友 堪称最强海王 他叫公川龙屎 从小就长相平平 甚至可以说是丑 在毕业后 他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 整日居无定所 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不过 这样的窘境在2017年的时候 却有了质的改变 因为已经将近40岁的他发现了一门好生意 那就是利用感情去骗女人的钱 那一年他注册了一款交友软件 利用互联网的便利 开始对自己进行包装 由无所事事的林散工 一举变身成为了帅气多金的公司管理者 为了配上编出来的年薪600万的身份 他还下血本买了一身名牌西装 俗话说 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有了名牌加持 他本身小市民的气质也跟着提升了不少 而变身后的他 在网上也是大受欢迎 有不少女人对他非常感兴趣 知名度出来之后 他就利用自己在网络上的影响力 挑选了一些有恋爱需求的女性开始进行交往 虽然公穿龙屎的身份是假的 但为了能顺利从这些女人身上获取自己想要的钱财 所以对于每一个想跟他约会的女人 他都是倾心以待 每次跟女人约会见面时 他都会换上名牌西装 说话还温柔细语 像个十足的绅士 而且在恋爱方面做过很多功课的他 对约会流程也是很有心得 每次都是浪漫到无可救药 他会随着每位女友的喜好去安排约会景点 像是去医院机场观夜景 再翻船码头谈心等 都说女人是感性动物 面对优秀男人的事实殷勤 根本没有几个人能抵抗得住 所以很快 这些女人都被他的魅力打动 据统计 公穿龙屎在最巅峰的时刻 曾经一口气交往了35个女朋友 而且每个女友都被他的甜言蜜语哄得团团转 而除了耍嘴皮子的功夫 他还经常动真格耍流氓 见两次面就接吻 接吻两三次后 就会发生关系 当骗的女人的欢心后 他便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骗财 不过跟直接要钱不同 他的求财同样有一番套路 比如实际生日是11月13日的他 对47岁的女友说 自己的生日是2月的某天 对40岁的女友则说 自己的生日是7月的某天 再就是对35岁的女友说 自己的生日是4月的某天 而且在他的假生日到来前 他会向女生装作无意地透露自己最近缺钱缺衣服的情况 就这样靠着一年过十几次生日 他在改变生活质量的同时 还骗到了很多生日礼物 其中包括2万日元的电子支付余额 3万日元的西装以及不少现金支票 仅刚提到过的三位女士 就送过她价值10万日元以上的礼物 更过分的是 生日过完后 公穿龙屎谎称自己的公司是做空气净化器和净化器业务的 还经常表示自己的公司业绩不好 让这些女性购买她的产品帮她充业绩 然后在目的到达之后 她就开始冷淡对方 不过 毕竟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即便她是海王 也无法同时兼顾这么多的关系 所以她只能扔掉没有价值的 再去发展新的目标 这缺责的做法 惹得不少女人为她神伤不已 在她众多的女友中 那位已经47岁的女士 曾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所以对于公穿龙屎和这段恋爱关系十分谨慎 虽然只见过两次面就被她给吻了 但这位女士还是非常正经地对她说 我不想这么快 除非是确立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是我可以真正一起共度余生的人 我才可以放开心 而听了女友这番想要托付终身的话后 已经见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公穿龙屎 自然也就颇下驴地对其表白说 我也很认真 我想要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 一看她这么有诚意 女士又是在40多岁遇到真爱 所以自然就把自己交给了她 最后 因为对公穿龙屎已经死心塌地 所以当公穿龙屎因她失去价值而不再搭理她时 这位女士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不过 脚踏那么多条船 总有翻船的时候 也正是这位女士 揭露了公穿龙屎的真面目 并找到了其他被骗的34位女性 据她所说 两人是在交往两个月后 公穿龙屎才开始向她推荐自己卖的净水器 公穿龙屎说 自己在经营水素水公司 喝这种水能够保证美丽健康 这样他们就可以幸福地共度一生了 就这样公穿龙屎用这些糖衣炮弹 不断地忽悠该女士购买产品 甚至骗她签下了长期的购买合约 据说这位女士在和她交往期间 一共购买了净水器 淋浴头 水素水等多件商品 共计18万日元 但是在该女士买完商品后 公穿龙屎的态度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约会次数也变成了一个月两次 每次只有不到两个小时 于是该女士对公穿龙屎产生了怀疑 在网上对公穿龙屎进行了搜查后 结果女士发现了一个 曝光婚姻诈骗犯的网站 其中一个骗子的特征 和公穿龙屎很是相似 都是打着结婚的幌子 实际上是在销售水素水 有一次 该女士和公穿龙屎约会结束后 再次返回约会地点 没想到发现了公穿龙屎 近在同一个车站和其他女性见面了 最开始 女士以为公穿龙屎只是脚踏两三条船而已 结果她联系到了网站上的曝光者后 又不断发现了更多和公穿龙屎交往过的女生 最后加上女士自己 足足有35位受害者 他们非常气愤地组建了聊天群 大家也都逐渐梳理清楚了整件事情 发现他们都是被同样的套路欺骗了 公穿龙屎说着一样的甜言蜜语 讲述自己的悲惨童年 并承诺会和他们结婚 最后只是为了向他们卖货 更有可怜的人被他欺瞒了三四年 不仅损失了金钱 还有这么长时间与感情 也都被骗走了 其中有一位与公穿龙屎交往超过一年的女孩 经历最为悲惨 40岁的她在认识公穿龙屎时 父亲罹患癌症且已达末期 其余想要让父亲在去世之前 能看到自己走上婚礼殿堂的她 对满口承诺结婚的公穿龙屎失致了抵抗力 其实起初她也抱着怀疑的态度 但后来听到公穿龙屎多次表示要取她的想法 久而久之就陷进去了 后来她还哭泣地回忆到 父亲去世之前 曾把最后一次外出的机会 留给了陪女儿和准女婿吃饭 甚至没有去打自己人生最爱的高尔夫 回想起这一切 该女士痛苦地说 实在是太对不起父亲了 而众女友互相发现惨境之后 一起报了警 并向警方提交了诉讼状 之后警方也对公穿龙屎展开了调查 最终经警方调查 公穿龙屎的一切都被挖了出来 那些曾经跟她交往过的女友 都聚到一起谴责唾弃她 甚至还成立了复仇者联盟 后来媒体还曝光了公穿龙屎的高清正脸照 让全日本的人都认识了她 更匪夷所思的是 起初被爆出只骗过35位女性 没想到经过深入调查 竟然不止这个数目 一度震惊四见 而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曾被公穿龙屎欺骗交往过的女性 竟然达到了45人 一时间 她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幸好最终结果还是很大快人心的 公穿龙屎被警方以结婚欺诈罪等罪名 逮捕入狱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她被捕之前 曾有记者在大阪街头堵住她 试图进行采访 而面对记者的连番追问 她始终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 一直侧身想要绕过去 但记者没有放弃 一直跟在她的旁边 为了不暴露自己 她只能一路左躲右闪 于是记者也跟着跑 画面看起来非常滑稽 两个人在追逐十几分钟后 公穿龙屎才勉强从现场溜走 对于她的行为 曾有网友表示 能同时交往45个女性 不弄混她们的脸 名字 约会日期 还有口才 说服力也不差 如果能把这些能力 都用到正图上 说不定早就发财了 有趣的是 一些单身男性还说 有人想找一个女朋友都难 可她却同时交往45个女性 真的被震惊到了 其实整件事情看下来 不得不夸一句 公穿龙屎虽然品行不好 但她真的非常有能力 光时间管理这一方面 就比许多人优秀了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可惜这一身本事 没有用在正道上 不然也不至于落得入狱的下场 不过话说回来 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各位女同胞 在遇到各方面都完美的 献殷勤的男性时 一定要仔细考量一番 千万别轻易相信对方 祝大家都能找到 真心实意的好恋人 享受到爱情的甜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各位同学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